月云鹏大概是德云社第一个 要被师兄弟哄着 才肯继续说相声的演员 节目中月月和孟河堂搭档 这也是她为数不多的 当鹏根的经历 以往说相声 都是月月对的别人接不上话 这次可倒好 节目刚开始 她就遭到了职业华铁 在主持念你名头的名头的时候 你的名头才是真正的名头 你猜我听懂了吗 你可以百度一下 真的 我真的听不懂 眼看月月月说越着急 台下师弟赶紧鼓励 烧饼在后台 也在为师哥打圆场 作为捧根皇后的谦大爷 也立马在郭老师面前 说小月好话 都说月云鹏笨 学什么都学不会 这一下算是见识到 当初月月学痘梗 就用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 哪怕至今都唱不明白太平歌词 主板书也只能算是勉强拿得出手 而且她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如今再让她捧根 怕是也很难为 不过月月有个特殊的本领 那就是总有人 愿意无条件地宠着她 就连一向对天对地的惊心 在她面前都变得温柔许多 一百三十多米 对 一百三十二米 我不想玩了 姐 姐 我不行 我不想姐 我真的不行 真的一百九十斤 没有 这个能乘坐两吨 我告诉你 重量不是问题 姐 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害怕 小月 快 站过来 节目中 月月被要求从一百多米的悬崖 所降到地面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 唯独小月月担心绳子 撑不住自己体重 迟迟不肯尝试 而脾气出了名火爆的金星 这次不仅没生气 反而是所有人中 最有耐心劝月云鹏 要勇敢地依偎 要说月云鹏 为什么能受到金星偏爱 归根结底是因为 她长了一张让人心疼的力 录节目时 大家吃得都不好 唯独月月可怜巴巴地抱怨 能收到好处 自己能变成茶东西来 彼时的金星看小月月 就像儿子一样 而这些年 月月不管参加哪个节目 都能凭借好人员成团处 直到看到月云鹏 在娱乐圈的待遇 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郭金飞说他身上的魔力 这一刻 郭麒麟真的很渴望得到复爱 其实我上学那会儿 咱们还一块儿看过电影 咱们还一块儿出去看过电影 在镜上开始看过脸 一个是阿凡达 一个是风生 录团终期间 郭老师终于有机会 能和大林单独待一会了 父子二人在车上回忆往事 看得出来 当郭老师被问到 大林小时候 有没有经常带他出门玩时 他手上的小动作明显多了 为了缓解肝炸气氛 郭老师绞尽脑汁响起来 大林小时候 他曾带他去天津听过书 虽然郭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可大林压根回忆不起来 他那会儿应该五岁 还有一张吗 你都没有一张 就足以看这多美气 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大林 别说跟爸爸出去玩了 见一面都不容易 所以看电影这件事 大林才会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郭老师有了郭芬阳 很多网友替大林打抱不平 觉得他在这个家被区别对待 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郭老师终于在镜头面前 有感而发 大林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他完全具备我们家的这些特点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我自己下狠手 咱凡事咱得说结果 所以到今天你看 大林这个状态 我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心疼吗 能不心疼吗 自个儿亲儿子 罗云平小月 他们让人欺负 我心里都不是自个儿 但是必须如此 是为了让他以后出色 至于在父爱方面 郭老师对儿子的亏欠 也能看出来 他这些年在井亮临 几年前 大林的话剧《牛天刺》 在各地巡演 让他没想到的是 演出的成功 也让他们父子俩 有了和解的机会 他不愿意夸奖我 那一次是真正的 当着大伙的夸我 公开的当着所有人的面 告诉大家 我儿子真的很好 真的很棒 心中郁节多年的 这么一块心魔 那一刻可能就是 这个全天小晕散 现在我已经正式地 在家能站起来了 当天郭麒麟演出结束后 郭老师悄悄走上台 他先是给了大林一个拥抱 随后又拉着儿子的手 鞠躬感谢观众 并且他还当众 肯定了儿子的付出 要知道这一刻的认可 大林等了二十多年 现如今郭老师老了 大林事业有成 父子俩的关系 亲密多了 节目中 郭老师开心地和儿子做游戏 还故意给大林走后门 出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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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见 不算 颜鹤翔的一球 直接让大林犯规 可郭老师却一口咬定 自己啥都没看见 整的徒弟们也不敢再说什么 曾经郭老师是出了名的护犊子 可他都是偏心徒弟们 如今终于轮到了郭麒麟 玩游戏时 孟和堂来给师傅告状 说烧饼等人实力太强 根本不给大林的机会 一听这话 郭老师又坐不住 弟弟郭焚扬 这些年在爸爸那得到的宠爱 如今大林也终于能体验到 没想到一场德云社演出 暴露了郭德纲王会的顶级人脉 明明只是一场普通演出 师娘在后台忙活 同行老艺术家带着家眷 主动找来跟他打招呼 和师娘寒暄几句之后 一行人又去后台找到郭老师 聊行业现状 最后握手拍照留念 德云社叱咤诈相声界这么多年 郭老师的人脉始终是的 2016年德云社成立20周年庆典 郭老师带领徒弟大操大办 当天各界大佬纷纷来捧场 德云社的后台 堪比内于大型晚会现场 我们那些演奏的 跑到这儿来 总觉得我还挺普流的 是吧 过于劳两口 穿梭在人群之中盲社交 当天不只是相声圈 影视圈 戏剧圈 近百位大咖前来捧场 放眼整个相声界 除了郭德纲 还有谁能凑齐这么多明星 当天除了娱乐圈那些熟人 徐一届的老前辈们也去了 而这样的场面又何时在主流那节目 都说在郭老师的带领下 德云社前几年总拍烂片 可每次郭老师拍电影 影视圈的大咖们还都抢着来给他客串 这三十三位大咖让我觉得发自肺腑的 人家是真拿我当朋友 这三十三位你要提前一年找人家 人才能告诉你有时间没时间 这个下礼拜五你来啊 来试天 怎么可能 但是他们就做到了 有人花高价都请不到的演员 他们却愿意不要一分钱骗手 甚至没有台词都愿意来给郭老师拍戏 面对自己的逆天人脉 郭老师还曾谦虚的表示 自己只是交了一点朋友 可当初的一部祖宗十九代 就证明了他的朋友圈有多强 林志玲 张国立 吴越 甚至吴京主着拐都赶来捧场 谁能想到 就连刘德华这种天王级人物 看似和相声不沾边 实则也是郭老师的老夫 可见郭老师的老熟人 真是遍布娱乐圈的各种 早在几年前 成龙出席活动时 听说郭老师也在 就带着徒弟前去打招呼 下次打你 看来德云社能一直火到现在 也离不开郭老师的好人员